11月25日晚,上海通报新增三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,病例居住地乡章院小区,西郊锦炉小区和香煤化园一期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实行闭环管理。 记者走访了这几处小区,发现各方力量迅速到位,居民生活有条不紊。 11月25日晚,记者在西郊锦炉小区看到,小区门口已拉起警戒线,现场有志愿者发放棉被等物资给工作人员预涵。 嘉皇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盛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该小区现有常住居民2400余人。 小区居委会组建了数个专项工作小组,保障居民的生活。 目前,小区已经有物业、安保、居委会等多支队伍进入小区。 快递员、装修工人等封闭管理后没有住处,也安排了房间、被子等。 11月26日,记者在乡章院小区门口看到,时不时就有外卖员前来送外卖,还有不少市民给隔离亲友运送物资。 志愿者潘毅负责小区门口的快递接送,将大门口的快递拿给居民。 他告诉记者,他运送的东西大部分是吃喝累的生活物资,还有一些老人的常用药品。 赵女士带着弟弟前来看望住在小区里的外公外婆,顺便给他们拿来尝用药。 昨天晚上已经视频过了,赵女士笑着表示,今天看到二老很精神,而且听说小区里还给配了医生,感觉安心不少。 除了生活必需的物资外,记者还看到了不少与工作学习相关的物资被运送进来。 三菱实验小学的教师乌伟青为小区内居住的17位学生带来了装满作业的文件袋。 乌伟青说,学校已经建立了线上交流群,方便老师授课讲解,不止作业。 今天是过来给孩子们送各科的作业,让孩子们在家里安心学习。 昨天晚上我们知道体育老师还给孩子们布置了体段的作业。 下周我们晚上讲还会亲自过来给孩子们送书,就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吃鱼进行一个阅读。 乡章院小区的封锁主要涉及外围管控和小区服务两块工作。 已经一宿没睡的三菱镇党委委员徐龙说, 在小区服务方面,乡章院小区老龄人口占比大,60岁以上的老人有1000余名。 为此,特地在小区内配备了两名医生,小区外也有10名志愿者,专门负责给小区居民配药。 对于有特殊需求的病患,也会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标准下,为其对接医院。 我们采取的是由小区志愿者,对特殊能源进行一对一的服务。 同时,我们在配药、看病方面给予帮助,专门负责给小区的居民配药,人数10人。 在外围管控方面,乡章院小区配备了59人的队伍以及24小时视频监控,保证隔离有效顺利地进行。 浦东新区三菱镇行政综合执法队副中队长刘志俊说, 该小区出入口众多,有6个出入口,为此他们特地安装了铁网,明确隔离区,方便进行人员管控。 徐龙表示,在疫情特殊的时间段,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,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暖。